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继1月14号之后 朝鲜昨天早上再次发射多支弹导导弹 那在今年发射的这个第二次弹导导弹 更遭到美国 日本及韩国的强烈谴责 指朝鲜这次的弹导行动呢 严重威胁了境内还有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 韩国国防部长指出 那朝鲜的核武跟飞弹能力持续提升 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朝鲜会不会以核武 发动进攻 但他认为除非金正恩决心寻死 否则朝鲜很难动用核武先发起攻击 除了发射多支弹导导弹 那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昨天亲自指导超大型火箭炮射击 射程的范围呢可以覆盖整个韩国 报道引述金正恩说 超大型火箭炮啊 在战备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进一步推动炮兵武力现代化进程 他还要求远端炮兵应该做好全面准备 在紧急情况下作为战争主力 毫不犹豫地根据指示来全监敌援 来看一组国际快报 朝鲜朝中社发布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昨天亲自到西部地区 指导炮兵部队射击训练的照片 期间炮兵除了进行发射 又在目标上空预定高度进行 超大型火箭炮弹空中爆炸的模拟实验 报道指出金正恩对炮兵精准 和强大的打击力非常满意 同时表明要让敌人清楚意识到 一旦发生战争就无法避免灾难性的后果 加勒比国家海地局势持续恶化 尤其首都太子港已经彻底被黑帮统治 近日黑帮组织袭击了太子港 两个郊区社区的住宅 造成至少十多人死亡 遇难者遗体躺在大街上 有的倒在血泊中 众人将地上包裹着白布的十几具遗体 送上救护车运走 更有遇难者的亲属难免悲伤之情 放生痛哭 以色列军队昨天发布视频 指他们昨天再次攻入加沙最大医院 西法医院 乙军表示根据情报 哈马斯进入西法医院 将医院用作指挥中心 而乙军在这次的行动中 在医院内和哈马斯成员开火交战 并杀死了20名哈马斯成员 同时乙军也在医院内 找到手榴弹 炮弹 子弹等武器 还有大批现金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